大家好,我是龙道 前几天去给一个朋友 看了一个房屋的物局 做了一些指导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 窗外的一个情况 室内的话我们就不说 我们先看第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看出去 大家从窗子看出去 是不是看到有个电塔 对着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刚好是它的客厅 而它的客厅 从这个入户门到客厅 和这个阳台是对穿的 对穿出来了之后 又刚好对着这个电塔 所以说这个电塔 是有一些影响的 然后我们看第二张 第二张呢这是它的一个卧室 卧室看出去的话 那电塔就有一些多了 就看到它有好几个电塔 而且呢它这个房子 离马路很近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主干道 声音也是比较吵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选房子的时候 环境的话是一定要选好 不要离这个马路太近了 不然会影响我们睡眠 毕竟噪音很大 我们主要说这个窗户外对着电塔 其实这来也是尖角的一种 而且呢有一些火星的味道啊 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进行装修布局呢 像客厅这一类啊 它是属于公共区域的 平时呢我们也在这里 比如说思考问题啦 谈生意等等 好多时候都是在客厅里面 所以客厅这个位置 我们就要能够挡住它外面的肩脚 同时啊能够提升客厅的这个气场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派三十 派三十有字的一面呢 对着这个电塔 当然它这个房子啊 入户门和阳台是对穿 所以中间我们最好做一个隔断 避免这个入户门直接穿阳台出去了 然后我们再说卧室 卧室的话对着电塔有好几个啊 但是卧室的话我们又不能把它能量弄得太强了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使用 比如说像麒麟啦 麒麟的头的话就对着这个电塔 或者是用武力钱 或者是用这个凸面镜 那么都是可以的 这来就是解决电塔的一个方式 除了上述的方式 我们需要注意和摆放以外了 最好是在窗户上贴上一些红色的窗花 因为窗花地不影响我们采光 同时红色的话 它是一个能量色 对于一些挡一些东西的话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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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